过摆过后 其实那是内有湿内有火的能量 我们是平常一个薄膜而已 可是有两种不准 吃糖果不准 看不出来 吃槟榔不准 看不出来 抽烟不准 因为那有外物的接力 我们是没有办法判断的 就像嘴唇 你们涂口也看不准 那没办法 如果能看得准的话 第一个很简单 舌胎 你们自己看 等一下叫对方给你看 如果舌胎有齿痕状的 齿痕 舌胎是这样 你的周边有这样子 注意看 第一个肠胃不好 舌胎 舌头旁边有齿痕状 肠胃不好 因为舌头直接连结是你的肠胃 他马上告诉你这个平常 他马上告诉你啦 你身体不好 哪里不好 他已经告诉你 可是你不注意 可是我们从以前到现在 没有人教我们 养生之道是什么 我自己要养生 可是我要吃什么 我身体是出了哪里 我要先知道 我才能去对症 找对的东西来 疗愈我自己啊 可是现在不是啊 你身体出了什么问题 没有人知道啊 你自己不知道啊 你自己不知道啊 你就这样交给别人 我现在是通过自己的临床 我推回来了 灵性的生命 当然这里有牵扯到很多 我今天没有办法全部讲完 包括很多什么 包括灵性的东西 包括我这个要反而推回去 我透过身体推回去 我反推回去心灵 心灵也可以反推身心灵 那是对的 重点你哪里出问题 先要判读 你哪里 身体出问题的 习惯出问题的 还是所谓的 灵性出问题 你要先懂 然后对峙 先对峙 一样一样解决 你这样才到位 所以这一门 你就可以判读 老师你很厉害的 我睡一瓶 你也知道 我说 你就常常睡一瓶 睡一瓶 就出问题了 那个习惯啊 习惯养成啊 好习惯或坏习惯 决定你所有生命的一切 大家认同吗 好的观念跟不好的观念 也是两极啊 我们老祖先太有智慧了 阴阳 我通过呼吸 不能执着 要脱离分别 第三支眼就是 那个S型 那个什么 那个太极里面有两个点 那个两点 超越两极啊 去关照这两个 不要再分别了 第三支眼干嘛 不是 那个落差很大 我了解的落差多大 第三支眼在干什么 看那个无形的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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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被误导了 看这支眼 是看无形看到什么 不是 第三支眼就是我们的智慧之眼 告诉你 不要再分别意识 不要再分别的 你要归于中心 然后两者脱离这两极 他再告诉你这个 你这个五十八九年才懂 现在跟你们分享 哦原来是这个哦 他跳多 跳多了 你要跳多 整体的 合一的 是要解决这个问题 中枢神经疗愈 中枢神经疗愈 中枢神经疗愈里面 他有一个能力 一个部分的互动 我们现在要跟你互动 我们先看一下 我先教你们 舌头 第二个你舌尖 红红的 心火 那个是 你不用误我 中枢里面都会了 这里 舌尖 这都有啊 这不是 这中枢里面 中枢大概没有教你们 因为要读中枢 因为这个不是我要科医学的 是以前我跟着一个 一个中国医药学院的教授 我的老师已经往生了 他很厉害 那时候我只是我想了解我自己身体 互打互状 刚好去他的公司当经理 他也不嫌弃我 然后他也每天 每两年 每一个礼拜都有 都有一天的议诊 在他家 我都在那边偷看偷学 学起来 哇真的好用 好好用 哎 我小孩子 尾症不好 尾鼻不开 我就把他 吹枝吹出来 手我看看 你尾鼻不开 不过他吃不下去 你把他挑整好 他就背了 他就在这 你把他打 叫他吃 把他抖 你尾鼻不开 他就把你拿去这 这里中间有裂痕 中间这里有裂痕 肠胃如何 肠胃如何 百分之百的 这里 你自己看 回去看 手掌很简单的教你 教你几样 男孩子女孩子 都一样 中医中医里面 后来跟着老师 才知道说 哇 蛤 真的还假的 我说真的 是什么 老师 这什么理论 不知道 他说对 身体没有去调理 没有 看哪里 看你的手掌 就可以知道 这个人肾气足不足 这个人肾有没有好不好 马上可以看出来 来 手掌 看看你自己 食指 这里食指 中指之间 有几条 青筋浮起来 注意看 代表你肾功能不好 注意要保养 你的所谓 射护腺 要保护你的尿道 膀胱 包括 你的所谓 泌尿系统 这里有青筋浮起来 这一条 素条青筋浮起来 知道吗 我在讲哪里 知道吗 你从里面 看出来 手掌里面 你的精结 会从你里面 凸显出来 一些青筋 青筋 这里 一两条 说素条 代表你的 肾功能不好 如果你这里是很白的 代表你免疫系统不好 懂吗 听懂不懂 再来 遗迹这部分 遗迹看好 遗迹这里 如果有素条 青筋浮现 代表肠胃不好 你自己看 自己看 另外一个 肝功能 没有讯号的 你肝肌能 他不会跟你讲的 肝不好 他当然身体 你就有疲惫感 那些 所谓症症状 之外还有一个 看哪里 看你这两个 从遗迹这个部分慢慢会拓展到这边来 是什么 哪叫蚤顶到 红点 红点 不然就是 蚤蚤 它有一撮一撮的 红斑 红色的 它有症状的出浅 我今天会告诉你们这些 它是最基本的 当然很多 不 这就是养生的概念 什么养生 你自己要知道 你现在最劲 身体怎么样呢 哪里不好 哪里比较弱 或者我过操扰 或过累了 你身体里面有讯号 他要告诉你 大家也知道啊 指甲你有没有恢复弹性 末终全体好不好 弹一下 恢复快不快 这个都是啊 这个都是一个诊断的医学 这都是养生的医学的概念 灵性中枢神经疗愈里面 还有一个 从刚才这个是症状的 妄疹的 我现在开始告诉你 我现在告诉你一个 灵性的中枢神经疗愈 光输这个神经疗愈的一个症状 来 现在 我教你们一个症状 如果拍不到的话 请别人帮你拍 这里是我们的交叉神经 下来的所有神经 经过我们的脊椎 到整个尾椎 到我们的脚 如果你有拍的话 这里会麻 而且你脚会麻 拍对的话 这里 有没有 拍这里 左边 你脚有没有麻 麻到脚底 有没有 有没有 神经是这样传导 谁说没有神经 神经这么强 他 他是 我们的一个念 就可以到地球 凹底线的各合光神经 神经 传导到我们的身体里面 有没有 你脚底有味吗 身体 它是一个整体的一个循环 就像我们的地球一样 你的天 你的脊椎 这个是哪个地 天 地 人 你要先懂 我们的心 这个地是不动的 那如何 你这个部分相对 它从上可以传达到下 它以下来 从传达到上 它是一个循环 它是一个cycle 大家知道的呼吸 维持生命的一个基本的能量 呼吸 它是由天的外在的 那地有地能量 地有地质场 你会不会吸 它本来就存在 地球 地球的能量本来就存在 地灵 你有没有跟你地灵沟通 如果你敏感的话 练到最后你会很敏感 我跟你讲 连地灵你都可以吸 地脉都可以吸 本来不好的 透过你练的功能之后 把所有你家里本来不好的能量 透过龙脉 地脉 你可以吸进来在你家 这是真实的 老师不肯你垂直 我是适应的 如果有机会 老师可以发光给你们看 也透过地灵的能量 透过你们的呼吸 透过你们的能量 它变成你可以养你家的磁场 地灵我不懂 带座楼跟大家讲 地灵我不能看 我真的不会看 我只会跟地灵沟通而已 我真的 我跟你讲真的 我真的不会看地灵 人家说老师 你会不会看地灵 我都不会 我从来不会看地灵 地灵是怎么样 我都不知道 因为我没有学过这一门的 可是我只知道 我会跟地灵有地灵沟通而已 地灵 你们拜地灵祖的就地灵了 地灵祖我不知道啊 那是我二十几岁以前 以前有看的有听 后来我风起来 在这把有人又打开了 然后又去印证一些东西 你不打开也不行啊 因为要去印证很多东西 我不是要去看别人 是要印证很多东西 然后去看地灵 我原来地灵是什么回事 我才知道哪种去卖 我以前也跟你说 又对白 慢慢地我就知道很多原因 这个部分 让你们去了解 这个东西一样 中枢神心 让到你懂之后 你可以调整 嘴歪的 甚至于所谓的 你孩子要成为瓜子脸 它可以调整 不是不可以调 因为这个是什么 头盖骨盖是可以微调的 尤其你们咬盒 每天这么样咬 你有保养过吗 我问你们 你有保养过这个咬盒吗 它是可以调整的 等一下麻烦那个床 帮我打开一下 我等一下示范给你 不好意思 今天高老师到目前为止 讲的精不精彩 精彩 谢谢大家